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以为香港人不知道 明知也要上去消费 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经济是很大的原因 你找不到钱 还有那些斗气 有没有人进步 也有 各样很多factor 香港退步 你香港是含包产 我都说 其他不要说 政府也真的帮得有限 抄小张牌 你真的阻止路 我认为抄都没所谓 抄小张牌 是否能帮到 那些人把牌子放出来 例如 例如 在路上 不要阻止得那么紧要 以前那些人不是把A字架出来的 不用罚6000 是吧 这些东西 少收少保也好 少收少保 我都不叫你调 你就取消密法 是吧 自己想要怎么办 你有什么好处 你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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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悲观 我自己 老实说 我的生意很稳定 虽然坏 我和大家一起坏 远朱稳定地差 不 真是很公道地说 好 大家好的时候 我不会坏 人家坏的时候 我不会太坏 但是 你真的有眼看的 外面 好 说不好听 今天我有些新闻 我都不讲 例如说 原来今年上半年很多车位成交 为什么车位成交 原来是发展商丢了一些车位 这件事涉及很多东西 第一 当然是散火套现 第二 大家要搞清楚 在过去这几十年 很多发展商拿着车位 主要目的就是用来收租之外 升值 其实车位是佔了那个份额 就是业主管理权的份额 它如果卖散了出来 它就意味着 它可能那些管理公司 就是指定的管理公司 甚至乎寫入一张 流契的管理公司 是会因为它的份额不足 不是成为大业主 是有机会 有机会 就被人家 去推 就是被小业主 推翻 那他们都没有这样做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是完全不看好 香港计算而已 他认为现在套现衬高 几百万卖了个车位 几百万 那个利益是大过去 长年累月 这样继续收 几千元的管理法 一货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喂 那你说有钱人怎样看好香港 有字及轻 轻到这样 喂 这头Blue Cross 成哥两万二 跟着两万四一尺 那头第一期买的那些 都不断打了 有数 又算了数 我三万多尺买回来 给了一成钱 那两万二 两万四 我当然是打了 因为我那头可以 立即变成两万二 两万四 那尺价 好吗 那大家就算了 哦 原来支持点 现在这一刻 两万二 两万四 是现在这一刻 喂 一个不刻意 去到两万 记住 那个是南区 是地缺站上去 或者 一万八 好了 起这些楼 七八千元尺成本 不能走 减了一皮 有些利息成本 你立即 地皮 几千元尺 那政府 我真的想问 如果几千元尺 南区 不是那么多 我们常常改的 五千元 好吗 六千元好吗 麵粉 以后那些楼有多少钱 我都不跟你说 供应 公屋和私楼 政府税收不够 那它有什么 抗阔税收的能力 在未来 不要说今年 还有老板吃 明年后年 所以大家要去收拾 打就跑 我都很灰 我这么爱国 我可以说 好了 今天 这件事 我就快去说 新聞很长 主要就是周幸彤等人 因為哪件事先講清楚 就是支聯會拘交資料案 因為警方說他們是外國代理人 於是要他們交出資料 但是他們沒有交資料 最開始是被判無罪的 後來有罪上訴 不接受上訴 於是他們就直接 上訴庭不接受上訴 根據法例可以直接上最終法院上訴 今天判了不接納他的上訴 最主要他們說不接納的上訴 就是因為周幸彤等三人的理據 其實是跟他們之前上訴 企圖在上訴和上訴 說那個理據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新意 他一樣是不給的 主要爭辯 其實爭辯是什麼呢 就是爭辯究竟 空方 需不需要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因爲你未證明到外國代理人 你就叫他拿資料 沒有了 你起碼 喂 我記得最初就是 你證明到聲 最起碼說 喂 林匡正 表里老鼠 你的臉書肯定是美國佬的代理人 OK 喂 拿資料來 我們最初是這樣演繹的 原來你說我是美國佬的代理人 有什麼證據 那我就要問你拿證據 你有些基本證據 於是我就不給資料 考量了 證據確鑿了 你都未能夠 不是證明到你是不是外國代理人 你連哪個國家代理人都不說 喂 大佬 你起碼告訴我 我才能給你資料 即是正等於有人說 喂 你什麼事 背著我去叫雞 不要說叫雞 不是 你的女兒說 喂 吸含含牌臉 你什麼事 你自己知道 喂 什麼事 你自己心中有數 喂 你起碼告訴我 喔 有人見到你是風情郭樓下 是呀 有人見到你 上星期五 阿珍見到 那你起碼阿珍 上星期五 在風情郭樓下見到我 他拿了手機出來 你是不是走下來 於是你又去答 你不要只想 這裡是 花園街 花園街158號 除了有風情郭這個馬欄之外 樓上還有一個乒乒球球室 你知道以前 其實現在有些地方 是被人打乒乒球的 在樓上 樓上書屋 馬健記 還沒收拾 二樓書店 你給我 你起碼這樣 你要告訴我 你不是 你這樣叫我 就說是 代理人 要我給資料 所以是爭拗 喂 你需要不需要證明我是外國代理人 還有 能不能夠在審訊上挑戰 這個通知書的合法性 法庭呢 我免得在那邊讀新聞 上次就說 喂 就是 你應該是去司法覆核 即是說 你不可以在審訊裡面挑戰 這個合法 即是 這一張通知書的合法性 如果你認為它是不合法的 是應該司法覆核 其實我又不明白為什麽 有錢 司法覆核 不要說錢不錢 喂 你告我 我在法庭上挑戰你 喂 你說通知書合不合法 為什麽一定要司法覆核 我就不明白 我就不明白 你現在告我 好了 好了 但是我最主要我想說 這個周恆彤 我覺得她真是一個很不香港人的香港人 問心一句 你10A狀元 是吧 10A的 然後 是10A的 A level 好像不知讀什麽化學還是什麽 讀讀法 覺得不過癮 走去 轉讀法 然後又是第一次 那些人厲害得多厲害 好了 那照計 雖然你年輕一點 你未必 找一些律師大行做一下 都前途光明 是吧 好了 好搞不搞 你兩人真的搞支聯會 這些愛國 懶是愛國的 街道不得了的組織 都不要緊 你現在坐牢 搞到 喂 他有一條兒子 日本兒子 又見不到面獸 等到成岳馬 還要咀嚼嚼 我真的要大力譴責他 真的太過不香港人了 正常是暗春 第一時間 正常說你去水飯堂 水飯女王 水飯女王 喂 我不是正原來反 你看看其他人認巢 駁判輕一點 那些是正常的香港人 我覺得 你這些真的不想正常的 我覺得 完全不像我不要跟別人比 我就跟自己陣營的比 每個人都應朝 後悔的 他沒有的 他認為他據你力爭 我覺得 一個人做什麼事 我們不要求人 所以呢 譬如剛才我說 有很多香港人 認巢 求情 認罪 我沒有意見的 但是這些做法 我都沒有意見 我就覺得 你做自己 真的為自己負責任 我就繼續做水飯女王 好了 匡方說 匡方說 如果需要 我也不明白匡方 這個argument是怎麼來的 如果需要先證明被告是外國代理人 會引致荒謬的結果 首先我不明白 為什麼 要證明 對方是 外國的代理人 會引致荒謬的結果 你證明了對方是 外國代理人 然後要你交料 實在合理得不得了 是吧 喂 你還不問問外國代理人 你當然要交料 我認為真的是天公地牢 你證明到他 所以 你 你 要我交出 我叫雞 的資料 譬如 你給我某個同層女拍照 有沒有用套 那些 什麼都不要緊 首先你肯定 我是不是我叫雞 你猜 原來要我交代 我怎麼交代 我都沒有 好了 周恆彤 在庭上 反駁 他說 真正的荒謬 是拒絕接受條文上面 代理人 只能夠是代理人 亦無法提供另外可行的定義 那你也定義不了 真正的荒謬 是以尊重立法原意為名 繞過條文字眼清晰可見的立法原意 真正的荒謬 這個我肯定去準備 做好功夫 我難怪你能夠 就隨口可以說出來 是粗暴的條文 令到警方可以濫用權力 真正的荒謬 是被警方權力指控任何人是外國代理人 真正的荒謬 是懲罰堅持真相 堅持自己 並非外國代理人組織 周恆彤說 這些都是控方無需證明組織為外國代理人 所會導致的荒謬結果 他說如果正確解讀法律 就可以避免的 那我認為是 他太過醉醜醜 我知道人家這麼說 那當然 在他們 其實他們 和其他三個 就是支聯會那些幹事 現在都受到的了 不是在跑 是在受到的 那 法官說 不接受他們的上訴許可 只要 徐漢光和鄧岳君 就申請保釋 那法官說 不能夠信納二人 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所以拒絕保釋 就是如果大家對鄧漢光或鄧岳君 就是支聯會這樣的幹事 有些認知的話 我真是 我真是很難 很難相信他們會危害國安 好了 另外聲火同盟 那 昨天 法官判了一個案發的時候 17歲 現在22歲 的男學生 說在2019年6月至12月期間 處理63萬不明來歷的款項 否認一項洗黑錢罪 早前被裁定罪成 今天在區域法院被判囚16個月 辯方希望入勞教中心 等於可以盡早完成中大學位 但是法官高偉雄就說 本案性質嚴重 判勞教中心不符合相稱性 所以要判監 考慮到被告由被捕到判刑 歷時四年半 並已開展新生活 相信案件會令對焦慮和受壓 好了 我減刑兩個月 所以現在判他 這個 不是說 16個月 搞定兩個月 本身是18個月 要量刑起點 我覺得這些案 是三個月都搞定的 甚至乎 你問我 是不是要罪刑成立 首先 控罪是處理63萬不明來歷的款項 不明來歷的款項 其實是有來歷的 他們有說的 根據案情說 這些是市民的捐款 不過你們不相信 好了 現在 他罪成是一項洗黑錢罪 市民的捐款 為什麼一定是黑錢呢 市民的捐款可以是黑錢 市民的捐款可以是黑錢 可以的 但是 你要證明他是黑錢 或者哪一元是黑錢 為什麼呢 如果市民 是打架劫石非法不利的錢 當然那個是黑錢 他捐給你的 你就可以考量 是不是這個 用黑錢 但是如果市民是打工回來 那個錢就絕對是有納稅的 這樣就不是黑錢 其實是不是有別的法例 可以過他們 不要用下用洗黑錢 我就覺得這樣 好了 看看他做什麼 17歲那年 他在這六個月裡面 清洗60萬 大約60萬 怎樣清洗呢 包括23次存款和提款 約90次 那很明顯 23次存款 就是有人捐款給他們 提款呢 你說他提來洗都可以 違反信託都可以 那你就去證明 如果不是 原來他那90次提款出來 是捐了出去 給一些 那時候的指定用途 我覺得你真的用一些 好的法例 而且 喂 需要18個月 你問我 由被捕到判定4年半 當然是長 這個法官說 不長 因為 他們只看文件 都要跟十幾家銀行來 拿文件看 所以 只要調查兩年 都不是不尋常 當然是不尋常 跟十幾家銀行拿文件看 有多久 就是 而最重要的就是 辯方說 12月的時候 2020年12月 2020年12月 即是2019年 現在是2019年6月至10月 指控去洗黑水 在2020年12月 警方向律政司索取法律意見 律政司在2021年11月至11個月 律政司 即是 可能是拘捕了 去之後 成年你才跟律政司拿了意見 即是做好這些事情 律政司11個月才回覆你 你不要告訴我 警方抵制你給他 然後律政司先去跟銀行拿 那些文件 我不信 一定是警方拿了文件 做好事情 然後給律政司看 只是這件事 這個困擾 喂 我覺得起碼又要減多半年 量刑起點都不公道 不過anyway 大家要有覺悟 總而言之 不要做這些事情 即是法官說 就不要說 今後就不要捐錢 什麼捐錢 籌錢 什麼都不要做 賣期賣期都不要 什麼都不要 怎麼說你什麼組織 工研會都不肯幫 喂 豈不是糟糕 OK 好 謝謝